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教你做一个简单的早餐鸡蛋饼 15分钟就能搞定 准备150克面粉 加入一小勺盐,增加筋性 加入大约250毫升凉水 搅拌成面糊 一定要把里面的干面给它搅开 面糊不能太干也不能太稀 太稀不劲道,太干了不好摊开 盖上盖,饧10分钟 一根烤肠先切成片 再切成丁 再切点葱花 准备一个容器,打入两个鸡蛋 将鸡蛋打散 电饼铛不要塞太热 倒入1 3分的面糊 用刮板将它摊平 电饼铛不要刷油 要是刷油的话,摊的时候容易滑 定型以后倒1 3分的蛋液 摊均匀 撒入烤长丁 再撒入葱花 再撒上一层椒盐粉 没有的话就撒盐 盖上盖,让鸡蛋定型 定型以后将它翻个面 饼非常薄,非常好熟 一面烙个2-3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鸡蛋饼简单又好吃 皮非常薄,非常软 凉了也不易 喜欢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